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到随打的服务 现场是大排长荣 还有新北市民全家从领口过来打疫苗 长长的排队人龙绕着激港大楼 这里是金融市政府开设的大型施打站 一大早就吸引了数百位民众前往 即使排了一个小时也甘愿 我们都在区公所预约的 他就叫我们来这边 就妈妈刚好就是有看到 所以就是 他排了多久 一个小时 第三季吗 第二季 除了金融市民还有许多双北民众前来 一位住在领口的民众 早上七点半就带着家人到这里排队 因为当地医疗院所根本预约不到疫苗施打 我七点半就到了 然后很久之后 七点半前面大概一百个 这是录影用的折叠仪 因为 怕时间排得太长 然后久站会不舒服 对 我们全家一起来打 就带了三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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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女儿刚好是大学 那我想说我们家都刚好 还没有打第三季 那就是今天一次把它打好 打慢 还有妈妈带着12岁的女儿来打疫苗 她说校园确诊频传 让她很担心 今天要来打第一季 对 刚满12岁 刚满12 你今天来打第一季 对 会担心吗 就是因为会担心啊 所以才来打的 然后学校情况 越来越来越来 对 就是因为学校有班级被隔离 对啊 那个前面那个楼皮 对对 据统计金港大楼的大型施打站 一个上午就打了565人次 不过金融市政府本身已无疫苗 因此金融市长刘昌坦言 短期内不会再加开施打站 基隆是疫苗施打的一个模范生跟优等生 我们的施打比例 不管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都是本岛最高的 那今天早上我们持续开辟的时候 连双北的市民 一大早就来排队 也来施打疫苗 那不过我想我们都欢迎啦 然后这个就是服务人民 我们今天早上总计已经施打了565人 那下午会继续 下午会继续 不过金融市我们的疫苗也所剩无几了 那这应该是今天的集中施打站 应该是这个最后一天 另外金融市区市民广场的筛检站 也有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做PCR 因为孩子没有打疫苗 学校群聚的风险用钢 赶紧来筛检求新安 市民广场内一个接着一个 长长人龙看不到镜头 民众排队超长队伍 大家都在等做PCR筛检 只不过一下排了这么长队伍 筛检量能无法消化 医护人员赶紧拿一张纸 告知民众这批就塞到这里 民众急着来筛检站裁检 希望尽快防堵传播链 安心过生活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金融首创的确诊者居家 照护快速通关自我申请计划 公布后就有253人提出申请 在陈时中部长召集的视讯会议中 金融市长林友昌主动分享经验与做法 希望协助其他先市 解决确诊者塞车等待的问题 金融市4月23号新增219例 比前一天少56例 社区筛检站筛检量 连续三天破3700人 确诊者居家医疗照护服务计划 到4月23号为止 已经有531人提出申请 446人完成健康条件审核 符合资格已派案394人 其中金融首创的确诊者 居家照护快速通关自我申请计划 在公布后首日就有253人提出申请 占4月22号确诊者个案的92% 显示这个方案获得确诊者的肯定及认同 除了双北来电询问金融市卫生局做法外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在4月23号 与卫部部长陈时中及其他县市首长的 视讯会议上主动分享相关执行方式及经验 向为目前确诊者塞车等待问题提供解方 我想我们的确诊者的这个 无症状或者轻症确诊者的医疗照顾的这个方案 这个看起来得到这个民众很好的这个反应跟认同 所以有这么多人入案 然后也快速解决 我们在一天里面就已经派了200多个一个案子 所以这个计划看起来是蛮成功的 那的确可以大幅减少确诊者等待的一个时间 那也让医护医疗人员 还有我们行政的一个时间大幅的一个缩短 所以包括双北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 都来电询问我们卫生局相关执行的一个细节 还有做法 我们在今天早上 陈时中部长所召开的这个视讯会议上 那我也主动跟线上的这个各县市的首长 来主动分享我们这个确诊者医疗居家照顾的 快速通关的一个做法 跟他相关的执行的一个细节 跟大家主动来做分享 那我们希望藉由基隆的这个做法 一个新的一个措施 能够为各县市确诊者塞车的这个状况 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方 另外林又昌也当面向陈时中部长建议 缩短现行十天的区隔天数 包括简化通知流程 搭配快筛及疫苗技术 来定定不同区隔天数的标准 以这个打疫苗的技术 作为一个隔离天数的一个参考标准 比如说打第三剂的人 隔离的时间其实可以这个 这个适度的一个缩短 另外就是搭配的快筛的四剂的一个 这个自主健康的一个监测 我想就可以让在这个居家隔离的人 不需要再像过去一样隔离十天 我想这一部分很多县市长大家都有共识 那这个中央也愿意朝这个方向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检讨跟试探 记者张旗潭基隆报导 而确诊者居家照护快速通关 扫一下是省两天的时间 基隆民众只要接到医疗院所PCR阳性通知 就可以扫QR Code进行资料申请 完成后卫生局立即开始评估 确诊者就可以快速入案开始居家照护 而家长关心台北市国高中推动远距教学 市长指出有新的教学模式不会跟进 全台疫情持续延烧 校园陆续传出失声确诊案例 燃疫匡列数量大 市政府为了加速服务确诊者 市长林欧昌宣布 首创确诊者居家医疗照护服务 自我申请快速通道QR Code 你只要经过这个自我的一个申请的快速通道 你进到里面以下的这个程序 比如说在第一页的时候 我们会请你来填写这个相关的一个资讯 比如说像暗号 不过如果你不知道暗号的话 不填也没有关系 那基本的一个资料包括你的性别姓名 出生年月日 以及你的身份证字号国籍等等 那下一页是 如果你的居家隔离的时间 与确诊者接触的时间 你如果知道你就填写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也可以不用填 那另外就是你相关联络的一些方式 那下一页是 比如说你的这个居住地 居住的地址 还有你是否现在有在使用血氧透机 血液的透析 是不是有怀孕 是不是感到呼吸困难 是不是有严重发烧 那家里面有几个同住户 那你的同住户的年龄名字 同住的家人里面是不是有确诊者 那同住的家人是不是同样的有这个其他的这些需求 是不是有血液透析的需求 是不是怀孕 是不是符合一人一室的隔离的房间 那你的施打疫苗数是多少 那平常就已经习惯就医的医疗院所是什么 那是不是有这个亲属可以协助你带领这个药品 那经过你这样子自主的一个填写之后呢 你把它传送出去 传送出去我们的卫生局 就会立即进行初步的一个审查 初步审查没有问题 就会传送给跟我们合作的医疗院所 以及基层的诊所 那这个如果评估是OK的 就开始录案启动居家医疗照护的一个服务 所以我们回到这一张QR Code里面 只要你扫进去 扫进去之后会跳出来刚刚讲的这些相关的一个表单 你自己填写 然后就把它传送 就完成了这个申请的一个程序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省下 确诊的民众在疫调之前 然后等待的这个时间 那另外呢还可以省下 这个评估的这个时间 好所以我们预计透过我们基务市的这个确诊者 居家医疗照顾服务自我申请的快速通道 我们可以减省大概1.5到2天等待的一个这个时间 好可以让我们的确诊者 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等待 然后心情上可以得到支持 然后也可以得到最快的一个服务 至于校园停课部分 因为疫情持续扩大 很多家长都在问 是否跟进台北市国高中 从25日起推动远距教学 市长刘昌也给出了答案 我们实际的一个情形 我个人是觉得高中端的部分 问题其实比较不大 其实比较这个 比较严峻的或者比较有问题的 我觉得反而其实是在小学端 可能是在小学的这个年纪 或者是包括像幼儿园 所以高中停不停课 我不晓得台北市的考量是什么 那目前其实高中的学生的确诊 跟停班停课的一个案例跟状况 基本上算是非常的稳定 比较有新增的确诊的学生 其实比较多是在小学 那我们了解跟分析起来最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 12岁以下大概都有在补习班或者是在安清班 那补习班安清班帮我们照顾小朋友 不过都是这个跨校跟跨班 所以而且因为空间也比较密集一点 所以只要是在这个补习班或者安清班 有一个小朋友确诊的话 通常都会影响到好几个学校或者好几个班级 这个反而是比较严峻 那所以我们目前基隆市我们在思考一个做法 那就是说 这个我们一方面采用实体 尽量希望能够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教学 但如果家长有疑虑的话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性是 老师一方面在学校里面实体上课的时候 如果有小朋友 他这个有疑虑或者说有特殊的一个状况 他必须留在家里面来上课的话 能不能一方面是实体 另外一方面也用视讯同时的 能够融合的来这个上课 那这个有一些技术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基隆市目前正在想办法在克服 那我们在今天其实在某个学校 我们也已经展开有老师跟学生 试教跟试学 我们来尝试看看说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到底有没有办法实际的一个运作 那李永昌强调全国疫情尚未趋缓 未来确诊者可能更多 政府会超前部署 拟定新的教学方式 让家长老师和学生都不被受影响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市4月24号昨天新增301例 其中某妇产科出现了群聚确诊案件 有6名新生儿受到感染确诊 基隆市4月24号 金船有妇产科爆发群聚感染案件 基隆市卫生局方面证实 已经对77人进行PCR 结果有9人确诊 包含6名新生儿 其中2名女医已经转送 领口肠益月医治 新生儿有确诊的共有6名 那目前新生儿身体状况 那不论送医或包括这6名 其中2名送医外 这6名均状况 现在是稳定的 那对于新生儿遭感染的途径 因为我们经过疫调以后 认为它的一个感染来源 应该来自于新生儿市的一个工作人员 就是所谓的这一次群聚感染的一个指标个案 那有多少相关人员匡列区隔 那新生儿市的4名的工作人员 全部匡列为区隔 那共有多少人因此而染疫 那事实上整个妇产科 我们做了77位的PCR 共有8位染疫 那除了指标个案以外 有8位染疫 对此这家妇产科医师也表示 目前院内还有4名确诊宝宝 希望相关单位协助转送其他医院 给予最好的治疗照顾 我们目前就是4位感染的宝宝 目前在诊所内观察 那基本上这4位感染的宝宝呢 我们会请政府机关医疗相关单位 看能不能移动到其他的地方来做观察 那因为毕竟我们是婴儿市 是一个照顾婴儿的单位 我们婴儿市并不是一个医疗的单位 那所以我们在处理跟照顾这些染疫的婴儿的话 在我们这边来讲 基本上来讲我们会尽心尽力治疗 但应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那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医院政府机关 能够协助我们来把这些婴儿做最好的处置 另外基隆4月24号新增301例 金融市长林又昌也在疫情记者会上宣布 将推动500弱势家户防疫整合关怀方案 透过社会处社工主动出级与学校端掌握通报 提供受到疫情影响的弱势家庭 在教育医疗与急难救助等方面能及时获得协助 会透过社会处的一个社工 把我们金融市所有的中低收入户 还有这个经济弱势的一个家庭 全面的做一个检视 然后会主动关怀 然后提供包括教育 医疗或者是这个急难救助 经济上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帮忙 那另外呢 也透过教育处这边从学校端 每天学校校长这边要掌握 这个弱势的一个学生 那有些可能是这个确诊 那有些可能是被匡列在家里面 除了教育上面资源的一个协助跟提供之外呢 包括他的日常的这个餐饮 或者是包括日常的一个照顾 甚至是家庭因为这样子衍生 经济上的一些困顿的一个情形 可以透过社会处这一端主动出击 另外透过校园端的一个回报 来主动这个去了解关心 并且针对这些家户 来提供支持跟协助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你这是老办人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缴使用牌照税啊 做好防护啊 减少原接触比较好 缴纳使用牌照税根本不用出门啊 使用形容支付或电子支付业者的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多元缴纳管道 让你防疫缴税都安心 也太方便了吧 111年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看安心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为了要分散基隆火车站前的车流 同时维护行车的安全 基隆市政府协调港务公司 在成绩转运站还没有正式启用前 先开辟开通港溪街 西二码头后线的联络道 国道客运就可以直接上西岸高架桥 再衔接国道中山高速公路 避免与执行车争道的危险情况 再好乘客的国道客运 从这条单行道衔接到港溪街 再回转经中山一路上西岸高架桥 这是基隆港西二码头后线联络道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特别协调港务公司 批建这条单行道 希望在成绩转运站起用前 先开放联络道 提前达到市区交通分流效果 并维护行车安全 配合西岸港区的发展 还有这个增加路完的联通性 所以我们这边协调港分公司 来开辟这个西二后线的联络道 然后就是中山一路往港西街的单行方向 这个可以给这一个 一些大车的一个车辆做一个 一个老型的一个上高速公路的一个动线 那同时我们会去调整这个 中山一路外车回转道的部分 到内车车道 来符合这个用路人的习惯 这是增加我们市区的一个 路网的一个联通性 然后还有分散我们的一个车流 那让这个客车做一个 绕行上国道客运的一个动线 国道客运它现在就是 从中一路右转中山一路 然后利用这一个西岳后线的一个联络道 然后到这个港西街 然后左转中山一路 衔接这个西岳高架这边去上国道 这项新措施也获得国道客运司机的肯定 以前这样直走在前面那个回转的时候 可能会挡到那个直走的 那现在从这边过去就比较单纯 在那边直接比较顺路 这样直接回转 不会挡到那个执行的 执行车这样子 对对对就这样子 还有多花一点时间 应该没差吧 差没有那个一两分钟而已 江处方面表示 实施初期将协行警察局 及一交协助疏导交通 也呼吁驾驶人行进该路段 注意相关标志标线设施 依规定车道及回转动线行驶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金融市南新街五十一项一号到二十三号之间 因为路幅小画设单行道 造成上百户的住户要绕远路 才能回到家很不方便 因此市议员这问题就陈琴 希望放宽为机车双向道 不过当地吉人里里长李建德 却担心开放后会造成安全问题 坚决反对一起来关心 金融市仍爱需南新街五十一项 一号到二十三号间的住户 向金融市议员郑文婷澄清表示 多年来因为这里被划设为单行道 造成他们回家都要绕一大段路很不方便 甚至不时有人逆向行驶反而更危险 因此希望能放宽为机车双向道 就是说你常常回家的路上造成要绕很大的远路很不方便 然后等要下去的这弯道下雨天跟各市线是很不好的 那常常在汇车上我们会看不到这边下来的车子 就有一个危险清灾 对 然后你说我们转下去要转个车停车 如果住住大部分 这个社群应该说老人化社会比较多了 他们也都骑机车 买菜干嘛回来走 真的 他们常常我就常常帮他们扶车子在跌倒 不过当地吉人李里长李建德之言 这条巷道当初就是因为路幅不宽 才规划为单行道 如果开放机车双向道 万一发生意外谁能负责 因此坚决反对 双向道一定是不行 因为道路太狭狭 那你假如再设了一个那个单行道 给波罗车上来 那警察就可以不开罚了嘛 那假如发生车祸谁负责呢 对不对 因为你看这条路已经 真的这么小的两边还停车啊 对不对 所以建议是 吉人李里长这里坚决说不行 就是不希望开放 不希望开放 对对对对 因为路人比摩托车的很多 走路很多嘛 因为你下坡是要踩煞车 上坡是要加油啊 所以这个很危险 里长与现场会看的市议员曾文廷 还因此一度激烈对话 曾文廷强调 金融市有多个路段 比这里还窄 也都允许机车双向通行 因此要求金融市政府交通处 将此案提到 答案汇报讨论 研究开放的可行性 甚至在崇德路的后段 比这个地方更窄 而且还上下坡 那个地方都可以双向通行 那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道理说 不来好好的研议看看 是不是开放让机车可以双向通行 我们只要求这个路段 可以双向机车通行 汽车还是维持单行的一个方向 让这个地方的一个居民 能够方便他们来出路 对此出席会看的江苏代表表示 将把此案带回去研议 夹局交通队则建议完善单行道 相关耗制 避免驾驶人误闯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1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